这就是南昌的味道 这是我这两天在南昌 见过最震撼的这个汤店 哈喽 导航 大概住在这个位置 那是酒吧 菜场 这不是汤店吗 没开门呢 咱一会是投锅 这么大一排的锅 都是汤 都是汤 黄一样我的妈呀 这个太厉害了 这才是南昌特色嘛 起锅 哎呀 今儿来的时间真好 哇 这大铜骨 这个简直是汤的世界呀 每天要销掉的 是吧 每天这些就卖完了 这148 昨天土鸡争计是 248的 248 啥 花椒疗伸 花椒疗伸 太补了 新兴的是特色 咱今儿个又来和这个 天麻全哥 再来个猪腰子 来 腰子 你要啥汤 芋头 芋头是吧 好 三鸽汤 这桌子太有感觉了 今儿个刀三款汤 还卖全鸽汤 排骨 哎呀 猪腰子 太腰了 我们是 他的第一桌客人 就是为了拍他这个开锅的震撼 我们这还有个南昌炒饭 来了南昌不喝汤 总于白来 鸽子 哇 天 这鸽子是真真真嫩 这骨头脱掉了 鸽子的肉 在秦里里边 嘴里算是 定级的新 怎么样 这个芋头绝了 怎么个绝了 哈哈 那给我来个 糯 搞了个纤纤的芋头 嗯 嗯 墨的 嗯 真是香甜 绵懒的 人家喝汤是喝汤 咱俩喝汤 先去吃汤渣 到现在汤还没喝一口 这叫天麻全鸽汤 就这一份是62 你们觉得这家为啥 妈呀 硬 炖的确实好 料也比较足 鸽汤上面只有一层油 柔香有香的 但我有一说一 他说的是个天麻全鸽汤 但是跟我在网上看到的不一样 我这没人是个笨子的鸽子 汤味没毛病 算是那种比较清淡口味的汤 喝着很舒服 这个16块汤性价比太高了 排骨芋头 我还吃了好几块呢 南昌炒饭 你先给你搞一点 对我 不是 这不对吧 开玩笑的 肯定开玩笑的 我觉 那我再来一盘 给 这给你 我冲药一盘 冲药一盘 这下是鸟子汤 杜仲猪腰汤 大毒 杜仲的味道特别重 你喝不出来 一点点的鸟子的骚气味 整颗鸟子 妈呀 嗯 腰骚都没去 头盔吃腰骚没去的腰子 这张蒜了兄弟们 一张烧没去鸟子吃不成 真烧 蒜肠这一只鸟鸟 鸟鸟 这张蒜了兄弟们 甜甜的 你好 等待 对对对 新安地 新安地 你是本地人 我不是 我上海来的 上海来的 哦 幸会幸会 刚从武汉过来 你武汉不吃过喝酒吗 对 喝酒啊 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 我这行踪了如指掌 我不喝 不不 就是不喝了 这酒不错 喝家子 本地的酒 可以的 碰到的朋友 一酒会有 来来来来 从北喝到南 喝遍中国 美个美个美 总结一下啊 这点汤的味道 总体来说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个别汤 价位确实很硬 几款性价比 极高的汤 你可以试一下 再来个炒米饭 吃的非常的好 三星